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开始学习第三册的第33课了 就是Lesson 33 A Day to Remember 难忘的一天 像往常一样 咱们还是先看看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 请同学打开书到154页 154页 咱们来看看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 跟老师先大声读一遍 Now read after me Prelude Prelude Enforeseen Enforeseen Ceries Catastrophe Catastrophe Crockery Crockery Suburb Suburb Clyde Clyde Learner Learner Pa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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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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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ong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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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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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y Stray Confusion Confusion Gree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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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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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记了 这是这棵书的生词和短语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来看看这棵书中的一些重点词汇 第一个咱们先看一看这个重点的词 就是序幕或者是前奏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Prelude Prelude 好 这个词呢特别好记 因为它是有字根的 我们看前面这个PRE三个字母放在一块呢 可以表示提前 大家很熟悉了 提前 后面这个LUD 这个字根比较特殊 这个LUD放在一块就可以表示play 它可以表示戏剧这个意思 刚好在戏剧提前发生的 在戏剧前面发生的刚好是序幕或者前奏 它可以表示戏剧的序幕或者音乐或者前奏都可以 刚好是before the play 再来一遍 Prelude 好 这个词呢我们第一个要记住它的切词搭配 什么什么的序幕 什么什么的前奏 在后面加切词to 注意不要叫off Prelude to something 牢牢记住 这个什么什么的 白少得不见得都是off 但是这个序幕前奏呢生活中一般多走派生意 是什么什么东西的序幕而未必真是跟戏剧 这个音乐会相关 我们看一个例子 大风是一场暴风雨的前奏 这句话可以说 The high wind is the prelude to a heavy storm 你看这个大风呢 在音乐中可以用高风这个词 这个在中文中风大也能说高 我们说月黑沙人夜是风高放火天 这个大风是一场暴风雨的前奏 注意后面加借词to 制作比喻了 跟它类似的 有好几个词汇 我们可以一块记 而且借词搭配都一样 比如说我们不说前奏 我们说书的序 这本书的序言部分 你看至少这两个可以同时记住 我们先读第一个 答上那边 Prologue Prologue 就是书的序言 这个很少做派生意 但是后面借词一定加to The prologue to this book 这本书的序言 还是加借词to 这个log这个字根本身表示讲话 Pro也是在前面 提前在前面讲的话 这是书的序言 在前面先说一段 那么这个词也是书的序 可以同时记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reface Preface 这也好记 PRE还是提前 Face呢 叫脸嘛 在前面先露一脸 书的序言 后面还是加借词to 书的序还有一个词叫Forward 这更好记了 Fore for也是在前面 Word是字嘛 在前面写的一些字 还是书的序言 大声那边 Forward Forward The forward to this book 书的序言还是用它 还有一个呢 是书的后记 或者叫书的拔 在整个正文部分 有个后记 或者书语叫拔 可以用它 我们再读一下 Epilogue Epilogue 这个epi 可以表示在外边 或者在后面 这是在后面 L-O-J还是说的话嘛 在后面讲的话 叫书的后记 再来面 Epilogue 注意借词不变 都跟to epilogue to this book 这本书的后记 好 这是把相关词汇 同时记住 尤其是几个借词 非常容易错的 这个单词 我们先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我们来看一看 后面这个 未曾预料到的 意料之外的 我们跟老师 先大声读一下 en for seen en for seen 未曾意料到的 出乎意料之外的 注意这个音节 在seen 这个音节是中毒 未曾意料到的呢 有两个形容词都可以 你看这特别好记忆 第二个 大家可能更熟悉了 我们分别再读一遍 en for seen 再看第二个 unexpected unexpected 也是出乎意料的 意料之外的 第二个词 大家可能更熟悉 其实这两个词 都是来自于动词的 过去分词形式 没有被预料到的呗 用过去分词嘛 那么 预见 预期 预料 这两个词 动词也是同一词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第一个 for see for see f or e 还是在前 那么see是看见 提前先看到 预见到 可以用它 或者预料 预期都可以 再读第二个 expect expect 好 这是表示预期预料 预见 那么过去分词 当形容词 就是未曾预料到的 永远表示没有嘛 没有被预料到的 可以用它 那我们把动词系列 再看一看 还有表示预言或预测 就是人预言说 某事未来会发生 那么这两个词 也是用的特别多的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for tell for tell for还是提前 tell是说嘛 提前说 叫预言 再看第二个 predict predict 也特别好记 pre还是提前的意思 dict 一般是什么文字 跟文字相关 你看字典不是dictionary 提前说的话 也是预言或预测 那么这两个词 有什么区别呢 它表示预言或预测 这个含义是类似的 一般都是人作主义 某人预言说 可以 但是这个for tell 多了一首 这个for tell 除了表示预言预测 这个意思之外 它也表示预兆 某事预兆的某事会发生 这个时候 用predict就不合适了 所以for tell 多了一首 我们看一个例子 timely snow foretells the bumper harvest 这是一个谚语 什么意思呢 timely就即时的 即时的一场雪 预兆着或者预示着一次特大的丰收 这个bamper 就very very great 非常大的 这个是相当于中国哪个谚语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瑞雪照封年 预兆嘛 也可以用这个 但这里边就不能换成predict 因为for tell多了一首 但还有一个叫预告 就是提前把这事情广而告知 告诉大家 你看天气预报 就会用它预告或预报 就提前广为告知 这个fore还是提前 这个cast 可以表示投掷 扔出去 扔出去 像这个撒网 叫cast net 把网扔出去 当然英国人都能cast 提前把它扔出去 让四面八方人都知道 叫预报或者预告 我们大时再读一下 forecast forecast 当然这个名词 动作forecast 如果动词呢 可以动作forecast 或者forecast 都行 名词注印在前面 动词呢 注印在前 再后都可以 我们看一个名词的例子 weather forecast 大家可能最熟悉 就是天气预报的意思 这几个比较 叫表示什么预见呢 预言呢 预照啊 什么预报预告 咱们可以放在一块儿去 你看字头都是类似 都有提前的含义 好 这个词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的词汇 咱们看一看 这个系列这个词 哦 这个词用的特别多了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series 再来遍 series 叫做系列 这个名词 有一个注意地方 是什么呢 首先要注意这个词 单速同行 一系列叫one series 两系列 two series 单数复数 拼写一样 因为它是reize 来结尾 后面再加以 series 读不了了 所以这个词 单复数同行的 跟它类似的 还有一个 就是物种 动植物的物种 这个词也是 单复数同行 可数 但复数不能再加es了 什么翻译类似啊 我们再读一下 后面物种这个词 species 后面也是发长音 ease 后面再加以 specieses 就发得很难受了 所以这个词 单复同行 当然在美国 还有另外一个发音 后面这个也能发生 s的音 在里面 species species 我们在美剧中 也听到过species 或者species 都行 species species 都行 但一定是单复数同行 one species two species 单复数同行 那么series这个词呢 一般我们多用在 这个搭配叫 一套 一系列 一连串 这个意思 你像a series of books 这怎么翻译呢 这可以翻译成 从书 这是一套 一系列的书 这是整个一个套 那边数学从书啊 新概念英语这四本 也可以称为叫 从书 一套书 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a series of stamps 这表示 一套纪念邮票 这个邮票 往往是四张或五张呢 它是纪念一个事情 这是一套一组 所谓一系列 一套一组 可以用它 但是拍声音呢 用的也特别多 拍声音就表示 一连串的 一个又一个的 连在一块 一连串的 用它也用得多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 series of a series of the跟of连读 变成the 这个再来面 a series of 拍声音 是一连串的 看例子呗 a series of rainy days pull you on my vacation 什么意思呢 一连串的阴雨天 把我的假期给毁了 本来说的挺好的 去海滩去玩 就下大暴雨 去不了了 一连串 一个连一个的 天天下雨 reany叫多雨的 可以用它 spo又当时毁掉了 那我们就看看 表示 这个一连串的 在本文中 又出现了多次 那我们自己 写文章的时候 要避免重复 那么可以用哪些词 来代替这个 a series of 表示一连串的 特别多 比如说 就用铁链的 这个词 a chain of 或者a train of a chill of a string of a stream of 等等等等 都可以表示 一连串的 一个接一个的 都行 咱们第一个 chain是铁链子 铁链子 一个环扣一个环 这个好记 这个train 就是火车 一个车皮 连一个车皮 这个train 是小路 一条小路 当然不能中断 我们在第一节课 就见过 留下一连串的 什么死路 还有兔子 这样的小动物 a trail of dead deer and small animals like rabbits 还记得吗 也是一连串的 a string 更好记了 这个string 本身就是串的意思 a stream 这个stream 是溪流吗 溪流或水流 抽刀断水 水更流 水流的连在一块 所以一连串的 刚才的例子 一连串的音与天 都可以替换 但你注意 注意这几个词的连读 你看chain of 是nuff nuff 这里是love love 这里是string 注意是舌根音 所以舌根 果然就连读 变成nuff nuff 最后这是muff muff 双唇碰撞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找一找 这个口型连读的感觉 大声来面 a chain of a train of a chill of a string of a string of 好极了 再来一遍 a chain of a train of a chill of a string of a string of 好了 都可以表示 一连串的 可以放在一块儿挤 好 这个单词 我们给老师就修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呢 咱们来看一看 后面这个大灾祸 或者大灾难 这个词 这个一般多是指 百年不遇的特大灾难 像印尼海啸啊 像马航失联事件 这属于特大灾难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catastrophe 口型就很大嘛 因为声音和含义有时候相关 再来面 catastrophe 叫特大灾难 注意后面不是PHY 是PHE结尾 这个容易拼错 咱们看跟它相关的一些程度不同的词汇 比如说小意外 小的事故 可以用这个词 大声来没 mishap mishap 比如不小心手拿个口 小事故 小意外 是名词 那么一般的事故 比如说初后来这种事故 我们有两个词 右边这个比较 这个更文言一些 都可以 一般的事故 大声来没 accident accident 或者读它的同一词 contingency contingency 这两个程度类似 都是比较一般的事故 但是比这个mishap 小事故 要略大一些了 还有我们说大灾难 就是死了很多很多人 这种大灾难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disaster disaster 这个也好记 前面那个dis 表示不好的意思 后面那个aster aster 这个字根 可以表示星的意思 所以disaster 原来意思表示 扫帚星 灾星 它也声音是大灾难 流行划过天空 往往地上有灾难发生 再来没 disaster 当然英识发音的 前面发a 后面没有卷声音 读成disaster disaster 美音读成disaster disaster 都行 比它更大的 就是特大灾难 百年一遇 甚至千年一遇的 特大灾难 百分钟 有点夸张的语气了 那么这两词都可以 我们分别大声读一下 你看口型也特别大 大声来没 calamity calamity 好 再看第二个 catastrophe 这是特大灾难 这是我们一二三四 按照程度排排序 咱们在生活中使用时 不同场合 用不同词汇 就好了 好 这个大灾难这个词 我们给老师就看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淘气这个词 并不是小孩很淘气 淘制品淘碗淘罐的淘气 我们大声再来没 crackery crackery 淘气 淘制品 但注意这个词是不可数的 我们不能说 crackery to crackery's 不可数 非要说一件淘气 只要说a piece of crackery 注意不可数名词 用piece p-i-e-c 当量词 跟它类似的好几个 你看crackery potery earthware 都可以表示淘制品 淘气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二十八个讲过 ware构成的复合名词 都不可数 我们说铁气 叫ironware 银气 叫silware 还有像什么瓷器 Chinaware 都是不可数的 同样potery 表示淘制品 也是不可数的 我们分别再读一下 crackery potery 读快来之后 中间这个字母T 又会轻轻啄化一下 在那边 pottery pottery 好记得 再看最后一个 earthware earthware 好 这三个表示淘制品 注意不可数 跟它类似的 瓷器用什么 我们也有三个词 瓷器是白颜色的吗 咱换成白色的 这三个都能表示瓷器 因为表示瓷器 都是不可数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China China 当然表示中国也可以 但表示中国呢 前面这部C就在搭写了 表示瓷器 不用搭写 再看第二个 Chinaware Chinaware 可以跟着earthware同时记 只不过Chinaware 表示瓷器 也是不可数的 或者后面一个书面语 大声里面 Person Person 也是瓷器 但注意这六个词 通通是不可数名词 前三个是淘气 后面是瓷器 同时把它记住就好了 还有二十八可以的小知识复习 好 这个词我们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的词汇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 郊区这个名词 城市的边缘地区 郊区 我们注意发音 注意在前面 大声里面 suburb suburb 好极了 这叫郊区 那我们可以跟它的形容词同时记 就是郊区的 到了第四册 还会看到这个郊区的 这个词派生意 表示目光短浅的 见识不广的 我们读一下形容词 suburban suburban suburb 加an 中英后移 等于suburban 叫郊区的 派生意是目光短浅的 见识不广的 这当然是对农村人的偏见了 这就看到这个词 跟它相关的还有好多呢 我们跟地点相关的词汇 尤其是形容词 咱们再看 比如说乡下的 农村的 还有城市的 我们先读第一个农村的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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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as 叫农村地区 后面这个词叫城市的 我们再来一遍 urban urban 刚好跟上面这个suburban 相应城区 为什么呢 urban表示城市的 sub可以表示在下边 或者在外围一圈 在这儿是表示外围的意思 在城市外围的 就是郊区的 我们分别读一下 先读城市的 urban 再读郊区的 suburban 特别好记得 对不对 还有比它更大一些 我们说大城市的 大都会的 叫metropolitan 比它更大的是 国际性大都市的 叫cosmopolitan 跟着几个suburban rural和urban 可以同时记住 我们先看这个 叫做大城市的 或者大都会的 大城市那边 metropolitan 好记得 后面这个来的更大 就是国际性大都市的 国际性大都会的 再来面 cosmopolitan cosmopolitan 国际性大都市的 国际性大都会的 特别漂亮 这是表示这个地点 相关的形容词 可以同时记住 好 这个词我们跟老师 就看到这儿 感谢观看